在亚美尼亚野营的时候 非常简单就可以找到停车的地点 比如我们今天就非常幸运地 找到了一个小河边的 这么一处安静的地方 很快就来了三辆房车和两辆摩托车 睡在帐篷里的是一对比利时的夫妻 这是一对法国夫妻 带着两个男孩 这两台房车是两对比利时的年轻人 他们也是常年走在路上 然后挣钱了就出去旅行 钱没了就去打工 昨天在小溪里他们洗了很多衣服 晚上的时候 两对比利时的年轻人就升起了篝火 请大家自带着饮料和食物 到篝火旁一边吃喝一边聊聊天 这也是一条流浪狗 他跟这边的人都很熟了 比利时的年轻人告诉我们 在附近有一座死火山 火山口是可以去涂布的地方 而且那里的景色特别好看 我们就决定上山去看一看 而这一对骑摩托车旅行的夫妻 也非常感兴趣 他们也决定随后上山 这里的路并不好找 而且有很多分岔口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条路 可以把我们带到火山口上面去 正在这时 我们遇到了当地的农民 开着车来干活 他们非常好心 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跟在他们车后面 他们把我们带到正确的那条路上去 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亚美尼亚人的热情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们不知道还要在这大山里转多久呢 因为里面的岔路实在是太多了 这车跟车和车 在这里的地方 他们把我带到家里 给你的车 给人物 给食物 他们在这里要吃早餐 邀请我们吃早餐 然后早餐里也有酒 但我们说不能喝酒 要开吃 我们也没有什么送 这里就有一瓶冷的饮料 这就是四火山口 在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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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看到我们的车了 很陡啊 这个山路很热 而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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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区看来是挺贫穷的 Highway 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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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唱片